咱们呢都是成年人 老年人 您是老年人 我是成年人 行吗 咱们都是在文明世界里 生活了几十年的人 起码的道理 咱都应该懂 是吧 两个孩子结了婚 爱住哪儿住哪儿 住哪儿都可以 但您凭什么呀 您凭什么要在我这儿 当寄生虫啊 您这算不算欺负人 不带冒烟的呀 人总得有被利用价值吧 我有被利用价值啊 您有什么呀 什么被利用价值 我听听 我可以陪你说话 聊天解闷等等 等等 您先等会儿 您觉得您能陪我聊天是吗 可以啊 你觉得咱俩能聊得上天是吗 那咱聊什么呀 说句老实话 咱俩都不在一个阶级 我平常跟什么人接触 您知道吗 我接触的都是明星大腕艺术家 都是文艺界高层人士 您知道我们聊的是什么呀 那高层的话题 我跟您聊什么呀 您可真够可笑的 我无语无语 我不太关心你们文艺界的事 我现在只关心一件事 什么事 谁 动了我的午餐呢 我这么跟您说吧 您在我们家 自己不动手 饿了吧您 我从来不打 无准备之场 您说得对呀 早晨这果酱抹得有点微多 有点好 有点好 来 来 来 行行行你放心吧啊 胡大夫 等下午去三厨再看一眼 来 来 小梅怎么还不吃饭去呀 我减肥呢 怎么这年头都减肥呀 你说我这样的还用减吗 你这样的正合适 我在这儿打个电话不影响你吧 没事 你打吧 爸 干嘛呢 怎么样在家 挺好的 我跟你说中午你别凑合 多吃点 不凑合不凑合 四餐一趟 我这不跟你丈母娘正在剃牙呢吗 是吗 你们俩吃什么了 吃烤全羊了 还剃上牙了 没什么事啊 我就问问看你干嘛呢 走快吃饭去了 不是你也别凑合啊 嗯 好 回来了 怎么你开门呢 阿彪呢 他跟夏合约会去了 谁 夏合 他怎么跟夏合还有联系啊 夏合发的工资嘛 他发工资还我发工资 这通道都是什么玩意儿呢这是 是 他 他 他今儿这儿又怎么了 不知道啊 今儿也出门就这样 你看这一天在现场都挂到脸 是不是你惹着他了 我看他今儿一天都没怎么搭理你 对对对好像对你特别掉脸子 咋个事啊 我哪儿惹他了 现场我离他远着呢 我能照着他们我 对 反正我不管他 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先撤了 你们等来骂吧 我也不等他 我也先撤了 我等啊 回来啦 回来了 不是金大哥什么情况啊 您瞧瞧您做的这些姿势 您像在别人家吗 金大哥 您用不着捡了 回头我拿吸身气息 金大哥我跟您说 我之所以同意您住到我家里来 纯属因为我闺女跟我哭诉 我闺女为什么跟我哭求啊 因为我闺女心疼她丈夫 心疼您儿子 心疼您儿子 咱们俩都是为人父为人母的人 是不是 咱可不能这样 您要真的心疼您孩子 心疼我孩子 您就稍微做的能不能规矩一点啊 能不能举气一点啊 啊 我发现我就是一个农夫 您就是冻江来的毒蛇 太不像话了 我告诉您啊 今天您对得搬走 您儿子回来 您自己去跟他说 好吧 搬出去的可能性没有了 为什么呀 因为在我的记忆的程序中 已经输进去了 住一个月的期限 谁给你的权利你输入这程序啊 我自己给我自己输的 您说吧那怎么办 您想怎么办 根据你我双边的关系来看 咱们俩之间的战争 已经到了一处即发的级别 咱俩的战争怎么打都行 不管是打机关枪 还是扔手榴弹 但是我们不能伤及平民百姓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行我懂了 您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俩该打怎么打都可以 但是别让孩子知道 是不是 是这意思 成 为了照顾孩子的情绪 为了照顾两个孩子之间的感情 我们都可以 行 但是 如果孩子回来以后 你咱们俩一定要做出这个 和平共处 行 相敬如宾 行 举案其美 谁给你举案其美啊 金大哥现在孩子没回来的吧 没有 那行 那我就给您扔手榴弹了 金大哥 就您在我们家住的这一天 不到一天 我正式通知您 我现在已经完全知道 您太太是怎么死的 基本上肯定是被您给气死的 就像您这种男人 我就没见过 说老实话我真没见过 没有这样的人 你这么说我生气了 我真生气了 你生什么气啊 我现在也搞明白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小米她父亲 为什么离你而去 你说你这个女人 你知道什么呀 你说你这个女人 你知道什么呀 你说你这个女人 你知道什么呀 你开 你开 你开